但是來到這個地段 也許真的會迷路吧 高雄市男子路橋 因為匯集了多條道路 行車動線複雜 常讓不熟悉的用路人是暈頭轉向 而有了男子百慕達的稱號 現在交通局為了洗刷這個惡名 想出了在馬路上 用四種不同顏色的油漆來標示路名 就像新的打卡地標一般 但用路人在實際走過了之後 看法相當兩極 又出新招地上畫了彩色路標指引 有如打卡景點一般 但是這樣子的標示 真的能幫助用路人不在迷路嗎 局咖啡藍黃相當活潑的配色 分別畫上四條馬路標線 為了洗刷男子百慕達的惡名 進去就會無限鬼打牆迷路的窘境 交通局想出這個方法 讓這鮮豔的顏色 引領騎士們走往正確的方向 真的有差嗎 我覺得有差比較清楚 也不會就是起錯路 標示越多的話 騎車的人越緩乎 又要看這個 又要看那個 新方法正反評價都有 但其實這裡的路況複雜現象 真的難解 從空中往下看 男子路橋多條道路匯集 汽汽車道交匯非常複雜 進去之後會從哪裡出來 常常連本地人都搞混 更別說是外地人 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 我是認為產品把它平面化 是非常比較好一點 當地理長渴望移除路橋 解決長年來的困擾 不過事關經費龐大且複雜 交通局只能陸續增設 補助標示進行改善 他的決算點是從多慢慢變少 有助於機車的行進的方向的一個導引 這次顏色指路2.0版 還增加17處燈箱 讓夜間也能看得清楚要往哪裡去 加上這12處彩色地面路標 總共花費130萬元 是否能夠洗刷男子百慕達的惡名 還需要觀察 華視省黃富 陳信仁高雄報導 好 好 sho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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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